我有看到不禮貌 他们就是开始讲说 哦 那个财产 那个存责现金为什么没有报 他就开始列出很多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说你看 某某民进党政治人物 他也没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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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列了一堆 他们就列一堆想要反杀 可是这一题呢 陈志涵他没有要上车 整个民众党都不会上车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不礼貌是什么 就不礼貌乡民团啊 不礼貌乡民团 现在他就列出来说 那个有好几个 好几个那个 绿营的都没有上车 因为根据法规规定 你只要存责内的现金 夫妻两个 是夫妻两哦 夫妻两个加起来的存责现金 超过一百万就必须申报 这是正常的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翻说 好几个政治人物也没有报 好几个政治人物也没有报 这件事 当然我要说 确实有很多人会 就是没有报这种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罚钱嘛 那你未满一百万 你要报也是可以嘛 像上次那个谁 吴珍嘛 不是被人家笑说 他报了以后 不到一百万 好像只有七十几万 他也报 就被大家笑说 他很穷嘛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不上车 因为陈志涵 他今年出 那个被位立委的时候呢 就是他 那个不分区被位立委的时候 他也要做财产申报 他跟徐辅的 现金存款也是零元哦 也是零元哦 对因为陈志涵 他自己也没有报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题烧不起来 我要先讲那个陈佩琴保险 陈佩琴保险 现在不是他说 他里面有放了钱 放了那个一百万 然后各五十万吧 我印象中是各五十万 然后是要给子女用的 那个 紧急用的紧急用金 然后啊 你们那些民进党 你们这1450 你们这些彻翼就很坏 这次没我的份 我还记得说 这次没我的份哦 不关我的事哦 就跑去翻他的财产申报 虽然说我很爱翻 可是因为我现在在冲审 在度假 我根本没有去翻 这次不是我翻的 就一堆人去翻 说什么 呃那个 说什么那个 他有 财产申报有两三个银行 本来没有报 就这次才跑出来 才跑出新的名字 就想说 那为什么上次财产申报没有报 还有说呢 那个保险箱里面的钱 超过一百万也是要 没有 钱啊什么东西 如果是租保手数二十万嘛 然后财产 那个存责超过一百万要申报嘛 都没有 都没有报 就你们很坏 都没有报 然后呢 50万是台北 好像说是50加50 所以一百万吧 我看标题而已 我只有滑标题 然后呢 就有很多 测译粉专 白银测译粉专 那个 例如说某不礼貌啦 例如说 还有谁啊 反正我有看到不礼貌 他们就是 开始讲说 哦 那个财产 那个存责 现金为什么没有报 他就开始列出很多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说 你看 某某民进党政治人物 他也没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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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列了一堆 他们就列一堆想要反杀 可是这一题呢 陈志涵他没有要上车 整个民众党都不会上车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不礼貌是什么 就不礼貌乡民团啊 不礼貌乡民团 现在他就列出来说 那个 有好几个 好几个那个 绿营的都没有上车 因为根据法规规定 你只要存折 内的现金 夫妻两个 是夫妻两哦 夫妻两个加起来的存折现金 超过一百万就必须申报 这是正常的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翻说 好几个政治人物也没有报 好几个政治人物也没有报 这件事 当然我要说 确实有很多人会 就是没有报这种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罚钱嘛 那你未满一百万 你要报也是可以嘛 像上次那个谁 吴征嘛 不是被人家笑说 他报了以后不到一百万 好像只有七十几万 他也报 就被大家笑说 他很穷嘛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不上车 因为陈志涵 他今年初 那个被位立委的时候呢 就是他那个不分区被位立委的时候 他也要做财产申报 他跟徐辅的现金存款也是零元哦 也是零元哦 对因为陈志涵他自己也没有报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题烧不起来 和陈志涵 对陈志涵跟徐辅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的现金存款加起来是零元哦 你信吗 陈志涵月薪二十万 徐辅月薪十五万起跳 两个月薪三十五万 那他们的存款零元哦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题顶多就是一些PTT在烧 然后白银侧翼在烧 就顶多这几个在烧 可是民众党他们不会跟这一题 因为他们跟这一题 陈志涵他本人就翻船了 因为不到一百万可以不用报 要先说不到一百万就可以直接空白 像如果我去参选我直接就是空白 我的现金存款没有一百万 我现金存款就是 我的现金存款加上我的公司现金存款 两个加起来不到一百万 我应该没办法报 然后那个 徐辅跟陈志涵他们就是月薪三十五万 可是他们就是也是报零元 那这件事其实我在几个月前 我应该在年初的时候吧 应该年初三月四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讲过了 那我讲过之后陈志涵他的回答是说 有违法就去告 我印象中是这样吧 我查一下我查一下 徐辅是十二嘛 可是他都会报加班 徐辅都常态性加班 他就报很多 而且我要先说哦 徐辅是空降 我要先说徐辅是当初他空降到民众党文宣部主任 他那时候直接空降 一空降就十二万 他现在已经高升到负密了 我们还不知道负密多少钱 负密要到年底才知道负密多少钱 所以一定是高于十二万 所以徐辅的薪水一定是高于十二万 不可能文宣部升负密薪水不会加吧 我猜应该会加吧 不加是高升干嘛 薪水假如年底年底 年底我会帮你们查 因为那个政党的是年底才可以公布的 我年底会查 放心 我不会忘记 身为一个天蠍座 这种问题是不会忘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